好我们现在应该是开始入场了 所以呢欢迎各位又回来收看我们的IC的这个网络讲座 那周二呢之前我是一直给大家做周三的这样的讲座 给大家分析市场的走势呀 分析一些货币队的这个未来的走向这样子 那今天呢我就会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这个理论方面的东西 交易的理论 那我们这个呢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系列的三部曲 这是第一部曲 我们讲一下长线交易 是要注意哪一些比如说基本面或者说技术面的一些关键元素 然后下周呢会给大家讲一个中线的交易 最后一周呢就会给大家讲一个短线 短线到超短线这样的一个交易周期 所以呢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收看我们的这一整个系列啊 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先讲一下我们的免责声明 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讲座呢给大家所讲的这些交易的策略呀 或者说是理论方面的知识都不应该被视为投资建议 而且我们仅是和大家传达一些学习的资料还有学习的信息 那各位在正式的做出交易之前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调查做好功课 那这是我们往期课程的视频的回放 我今天发现ic的这个网址它的域名好像是更换了一下 所以我给大家重新的就说要把这个网址给大家发一下 之前的那个域名好像是看看 之前的那个域名好像是更换了 应该是因为之前有朋友反映网速有点卡还是什么的 所以这个还是我们更换过以后 那我们的中文官网还是在这边 然后我们的中文博客还是在这里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边 大家一样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看到我们 那之前的往期的这些视频可能还是要在旧的那个网址看了 这边应该是从今天开始 可能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课程就会在新的这个域名上面发布 比如说这个明天的也是由我来讲的 也是在这个新的网站上面 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以后要看视频的话 可能要到我们新的这个网站去看 那当然也欢迎各位去关注我们ic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一个温馨提示 请各位记住闭脉 但是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踊跃的讨论还有发问 尤其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三部曲呢 有很多其实理论方面的东西并不是太重要 很多还是我们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实际的这个图表的操作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大家看的会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清楚 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可以尽管的提问 当然这是我们讲座的一个概要 那今天呢会先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作为一个长线交易 一般会看的时间段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一直给大家讲 先从月份图开始看起 看到一日图表 然后再看四小时一小时这样子往细看 那作为长线交易的话 我们当然有某一些时间段的这个图表 是更加着重的 那第二呢我们会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 不同的交易时间段 和哪一些分析法会有更大的关联度 比如说长线交易是要基本面的分析 是要着重一些呢 还是着重技术面呢 还是要着重一些 比如说重大的新闻事项呢 等等等等 那第三呢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第三个单元 就给大家讲一些 我们平时其实一直给大家有示范的这个 比如说飞温的黄金分割线呀 怎么找比较好的压力线支撑位 怎么样去找我们的价格轨道 那结合图表的不同的形态 去加强你的这一笔交易的成功性 那我们的第四个点呢 就是当然就是给大家做一些示范 比如说怎么样去确认 我们的这个进入点 进场点 止盈点啊 止损点等等 那最后我们就会给大家来一个 问答环节 那当然其实我们的问答 一直都是不断的在进行的 所以各位不用说等到最后才问 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场问 我只要看得到的话 我就会回答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讲述的一个 一个概况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我是佳琪 我们是新加坡Everest Fortune Group的 技术分析员 那Everest Fortune Group是 就是和IC有个第三方的合作关系 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不是IC职聘的员工 但是我们和IC经常有很多密切的 这样的一些来往 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意见要反馈的话 可以直接跟我们说 那我们也会尽量的给IC反馈一下 我这灯一直在掉啊 我有个美颜灯 但是它一直在掉 那当然我们作为市场分析师的话 一般我就会给大家讲很多这个 就市场走势 尤其是技术面的东西 但是今天呢 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着重点 可能更多的还是基本面 好那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开始 讲我们真正的这个课程的内容 首先呢 第一点我们要认清楚 就是在做长线交易的时候 或者说还没有真正开始 做一笔交易之前 您要先确定 确认自己是属于 什么样的这个交易者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 更加愿意去看长线交易 就他们可能看的时段更广一些 也更愿意把钱 就是hold在一个 更长的时间段里面 那有些人呢 可能会更愿意去看中线或者短线 就是看您本身 对于风险的一个承受 承受的能力 还有看个人的喜好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是工作人士 那就可能没办法去看一些 超短线的交易 因为如果你要整天 去盯着一个图表的话 也没有这时间去做 那我们首先先来猜一猜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框里头猜一猜 那长线交易适宜的这个时间段 我们应该看的是哪一些时间段 当然这个可能大家有些英文的部分 那这边上面这边是秒 所以说一根蜡烛 这边给大家弄一个 这边是秒 然后这边是分钟 这边是小时 那这边呢 这个是日图表 这个是周的图表 然后这边呢是月份的图表 好那有没有朋友愿意猜一猜 我们在做长线的交易的时候 一般看的最多的是哪一些时段 当然不止一个啊 可能是比如说可能是 从从可能这边有一个跨度 或者这边一个跨度 这边一个跨度 有没有朋友愿意猜一下 是一小时呢 还是一周呢 还是一个月呢 有哪些图表是更加要注意的 有朋友猜的很好 大黄蜂基本上猜的非常对 然后有些朋友 说年龄之朋友 也月跟周 其实 月份图表呢 我们一般就 没有这么着重 因为月份图表 你要想到的是 一根蜡烛 它代表就是一个月 那我要等这个 比如说等这个走势 从 从这边走到这边 这边中间可能要 要说要经历过好几个蜡烛 这三个蜡烛就已经三个月了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更加注重的可能还是 一周一日 还有四小时 就这个跨度 有些乱 我可能给大家看一下 长线交易更加注重的就是 我们这边的这个时间段 一周一天 八小时 还有四小时 那我们还不是说不看一个月的图表 我们一个月图表还是会看 只是说我们在真正去标记出哪一些 进入价格呀 进入点 止盈点 止盈点的时候 更多的还是会 就细看到四小时的图表 那我们 当然还有我们的中线交易 那这个是下周的注重点 中线交易呢 我们看的其实是从四小时 一直到三十分钟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其实三十分 三十分钟到四十五分钟 有点 有时候会有点过小 但是一般我们也会 就把它考虑在内 但是中线交易一般是我们 四小时 以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 那当然最后还有我们的短线 到超短线的这样的一个 交易的时段 那我们就看的时间更小了 我们看的就是从一小时到五分钟 小到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说 您看 在做交易的时候 首先就要先确立 确立自己是能够承受 或者有多长的时间 有多少空闲的时间 能够整天盯着这个图表 那如果说您是 就刚才提到的工作人士的话 那肯定短线交易就 没有这么适合了 基本上您可能 每分每秒都要盯着这个图表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 一般我给大家做分析的话 更多的是中线交易 就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到 四小时一小时这样子 中间吧 大概是这边 好那下一个 我们的下一个所谓的话题呢 就跟大家去探讨一下 不同的交易时间段 更加适用的一些分析法 那刚才我提到 我们有短线呀 中线还有长线的交易 所以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呢 其实也有不同的分析法是 所谓的这个用处会更显著一些 那这是一个图表 这是一个就一个概览图 那么刚才我提到我们长线 今天这是我们 我们着重要讲的这个重点 那还有我们的三种 比较用的 使用的最广泛的三种分析法 那技术分析呢 是我们 Everest Version Group 我们IC 经常给大家着重讲的一个 一个运用的分析法 那基本面呢 我们之前也有给大家讲过 但是一般在交易 比如说货币对 或者说一些贵金属 等等等等 很多时候技术面的分析法 会来的更重要一些 尤其是 嗯 尤其是因为我们做的 更多是中线交易嘛 所以很多时候给大家讲的 都是技术面的更多一些 那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开始讲的呢 是长线交易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先来看一下这边啊 技术分析法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那技术分析法在长线的时候 它的适用程度 其实会稍微的小一些 因为我们看的这个时间的跨度非常广 所以说时间段的这个跨度越广的话 其实价格的波动 还有它的这个动态 会更受一些基本面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一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要交易欧元对美元 那我们可能看的更多的是一些宏观的经济指标 所以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在做长线的交易的时候 最最为适用的话 其实还是基本面的一些分析 所以当然基本面我们指的就是宏观经济的指标 更多的还是还是看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总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是财经新闻呢 这边我们指的是一些突发性的新闻 比如说 当然非常非常突发性的除外 所以说我们这边价格不易受影响 但是有时候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看 今年 二月底到三月份 三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 当时俄罗斯不是对乌克兰开战了吗 当时我们就看到一天以内 这个油价 它是有这么一根蜡烛 就一根很长的一根蜡烛 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 所以说 当然如果我们看一日图表的话 就可能会看到那个蜡烛的这个 这个主体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有个明显的上涨 但是我们可能放大到一月图表 一周图表的话 它这个价格的波动就会越显越小 越显越小 所以一般我们看 就是说长线交易的时候 最为管用的 其实是基本面的分析法 那当然我们的技术面分析也很重要 一般我们是在运用了基本面 确立了这个 比如说贵金属指数 或者说货币队的总体的走向 它是要上涨呢 还是要下跌以后 我们才使用技术面的分析法 去确立我们在哪一些价位 进入呀 止盈呀 止损会更好一些 那长线是这样一回事 那超短线呢 超短线的话就 比较适用的当然就是技术面分析法了 因为 基本面分析法 我们看这个一个国家 它的GDP走势怎样怎样怎样 它在短期内根本就影响不到 我们超短线的 我们刚才看到 比如说我们 35分钟 或者说 我们5分钟 这样的一些时间段 其实影响不会特别大 但是呢 超短线最大的一个风险 就是说 就是它会极其受一些新闻 或者重大事件的一些影响 那价格波动会非常大 所以一个不小心 可能它就已经触碰到你的这个止损点了 比如说我们 用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油价的一个 一个例子 给大家用一下 找一下这个原油 我们先来看一下长线 找一下我们 俄罗斯开战是什么时候 那开战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边 大概是 二月底到三月一号 这样子 其实就这个位置 就是这根位置 这根主体 那大家可能看到 其实 如果我们放大来看的话 虽然说它这一个 这根影线 它的升幅非常显重 但是和之前这样子相比 其实它也没有真正的能够突破 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达到一个高点 其实从价格看来 我们基本上能够 也能够 就是得知一二 能够得知 这一次的这个 某一件新闻 或者某一个重大事件 它对市场的影响会有多深远 其实不管怎么样 目前还是没有能够超过我们金融危机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现在是我们一个月的图表 那么再缩小到比如说一周的图表 那一周图表这样子看的话 大家就会看它这边的这个升幅就越来越显著了 比如说我们看一日图表 大家看 这样子看来 其实它的这个升幅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因为如果要这样子看的话 其实之前这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达到我们将近130的这个价位 那再看4小时 或是我们看1小时 30分钟15分钟 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到它的高点在哪里 在这边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能够去 去就是说 确立我们的这个重大新闻事件 在什么时间段会对价格的影响 对价格的波动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力 那这是我们 回到我们这个课件这边 这是我们短线中线还有长线交易的不一样 所以大家记住如果说是要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重点是长线交易 最为重要的就是基本面的因素 以及宏观方面的因素 还有我们也会结合技术分析法 那一般来说重大财经新闻呢 它的这个因为未知性很高嘛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做长线交易的时候一般会忽略到 好那既然我们讲到基本面分析 那就给大家大概的巩固一下我们这个基本面的宏观经济有哪一些重要的指标要要关注一下 尤其是我们在做外汇对这货币对交易贵金属交易 还有一些原油呀大宗货品交易方面 他们关联性就是和我们基本面的数据的关联性非常高的 那不知道各位有多少朋友是以前有学过经济学 就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 那如果您学过的话应该对这些不是特别陌生啊 那刚才有提到我们这个是NFP就是非农就业数据 还有失业率 这个呢它和欧美的关联性就非常高 因为我们我们说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 它其实本身就是美国发布的一个一个数据 那一般来说如果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 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或者说刚刚好达到分析员的预测的这个数据的话 也就是说它是在预测之内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一般就是对美元是一个利好的新闻 所以美元一般就会走强 那如果比如说失业率下降的话 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利好的现象 我们说的因为失业它其实是反映一个经济体 它的经济前景嘛 如果失业是失业率高 代表这个市场的经济前景就比较不乐观 那如果它失业率是下降的话 那当然就代表它是更加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非农现在对市场影响越来越小 也是有可能啊 因为很多时候毕竟这个非农就业它的 它的它是季度性非常强嘛 所以有时候可能你你这个季度 可能一个月你所反映出来这个数据 可能在市场得知它以后 都已经发生了很多未知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 所以有时候可能市场会对于其他的这些新闻事项会有更大的反应 而对于非农就业数据没有这么大的反应 也是有可能的 那当然贸易收支呢 这边我们 贸易收支对于一些出口国 还有重大的进口国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比如说 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很大的进口国 那一般新加坡的这个贸易逆差贸易顺差 对于新元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推动力 但是当然因为新加坡它的央行其实采取的是去调控汇率这样的一个政策去带动经济 所以说有时候呢 我们看贸易收支的话 要看这个经济体它净出口 在它的GDP当中占据多大的一个分量 所以说如果这个国家它的更大的经济来源是来源于进出口的话 那贸易收支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就会更高一些 那比如说我们的利率 利率呢 当然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能够确定 全球的经济会处于一个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利率应该会不断的上涨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 当然我们有提到的国内生产总额GDP 这样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好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非农就业数据 一般来说我们看非农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它都会发布嘛 就每个月第一周的星期五 那我们有提到这个如果说失业率下降的话 比如说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那经济前景转好 美元就走强 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它和欧美之间的一个关联 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四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 应该是四月一号吧看一下 要不就是四月一号要不就是四月八号 因为四月一号本身就是一个一个星期五 再看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然后找一下我们四月一号是在哪里 但是在这边啊 当然因为我们这个月它的四月一号本身就是一个星期五 所以当天应该是在四月一号的时候有公布非农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再看一下四月八号 应该是四月八号的时候 基本上大家能看到 如果我们看四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图表的话 就会发现这一根蜡烛啊 这边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突然有根红色的蜡烛 这蜡烛它的走势其实特别 又很奇怪 因为一开始这边是有个非常突然的一个一个小的波动 然后这边呢突然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红色蜡烛 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走势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看一小时 那看一小时的话 这个下跌的情况其实还是蛮显著的 尤其是如果您做超短线呀 或者说短线的交易 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下跌的这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这边 在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我们不断的缩小 不扩大 扩大到比如说 刚才的这个一日图表 在这边 看这一日图表 其实这边的这个下跌的幅度其实并没有这么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重大的新闻事项 或者说基本面的这个 这些突发的新闻 它在长线交易当中 其实刚才我提到 它的对于价格的影响就不是说这么的高 刚才这个表格啊 如果是重大重大财经新闻 它对于短线来说影响就会更高一些 但是长线呢 就价格波动方面其实不会这么受影响 当然我们就讲到我们贸易的收支 基本上它就是反映国家在某一段时间之内 它对外的贸易总额 要做一个就是说 将它的收入去减去它的支出 如果它的进贸 就进出口 是就收入大于支出的话 那一般来说 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 它的GDP会有一个上涨的情况 一般来说贸易顺差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美元走强 因为出口 也说你的收入大于进口 大于你的支出 基本上我们就看到美元走强 那如果说是贸易逆差的话 那有可能我们就会看见 可能美联储呀 会采取一些政策 去进行宏观的调控 让美元贬值 进而去改善贸易的逆差 那如果美元 有这个人为方面的一些调控 既然有个贬值的话 那我们看欧美什么的 肯定也会有些相应的这个变动 那当然我们有讲到这个利率方面 我们现在呢 各位应该大概能够猜得到 我们现在全球经济是处于一个 有点在这边 大概是处于这边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济 从一个谷底开始反弹了 但是呢 因为反弹的这个速度 有比较过高啊 随着这个各国的国门开始打开 那又出现了 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 这样的现象 所以很多国家就会开始加息 当然我们如果看加息的话 如果大家有炒股 就会看到一些银行股 一些我们的这些 金融机构股 会有一个走强的现象 因为如果说利率提高的话 一般我们银行它的收入来源 就会更多一些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要看利率的话 基本上我们现在全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就是利率应该会有一个逐渐上涨的情况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些基本面的这些重要的因素呀 重要的要大家关注的点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大概的走一下 我们经常给大家做分析的时候 会提到一些交易的策略 对 那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基本面 对吧 基本面现在基本上 我们讲完了 那接下来就是还是要回到我们技术面 去结合两者 看一下哪一些更有效的这些价位 能够作为进入点 还有止盈点 对 对 有朋友说 国债利差也是个危险信号 而且如果说是 如果大家做的说 可能比如说A股什么的 A股它受政策影响也会非常深远 尤其是一些科技股 如果说中国国内它的这个政策收紧的话 基本上我们看到 A股的这个跌幅就更高一些 好 那么当然回到我们基本 我们的技术面这边 我们如果大家记得我们之前 一直有关注我们之前的这些讲座的话 大家看到我们一直不断的 都在重复运用某几样 这个交易策略 大家能要大概的辨认一下 我们最喜欢用的有哪一些 基本上这个给大家列出来 也是也是按照我们我们 它优先顺序列出来的 但大家可以大家猜一下 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些交易策略有哪一些 大家有关注我们之前一直做的 我们有四部曲 最为重要的四个步骤 就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 有朋友猜一下吗 有没有话我直接 我直接说了 一般我们在EFG 就我们IC给大家做 技术面的分析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的就是 第一步一定是去辨认一些高位或者低位 我们找水平位 找我们的支撑 也支撑位其实一般就是低位 还有我们的压力线或者高位 还有去找 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万一有一个价位 它原本是一个支撑位 后来它被有效的 就是跌破以后 它可能就会转成个压力位 也有的价位呢 可能是原本是个压力位 被有效的突破以后 它就会转为一个新的支撑位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些价位的话 就代表在那一个价位 价格一定会有非常显著的测试的动作 或者说会有反转的一个信号 所以 怎么画才能保障有效性的方法 好 如果我们等一下会会讲到关于均线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均线它真的是 作为一个技术指标 它有效性 不是说一定会这么这么有用 尤其是如果市场是属于一个非常动荡 区间盘整的时候 这种顺势性比如说均线的 它的用处就会更低一些 那这时候我们可就用一些摆动型的指标 那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趋势线 比如说要找一些上轨啊 还有下跌的这样的趋势 对均线属于趋势交易 对 但是如果说这个市场它是动荡 动荡的这个幅度比较高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要用一些随机指标 或说相对抢收指数等等 那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价格轨道 价格轨道呢 一般如果有一个这样子平行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一个 价格的走势的话 我们所谓的四个顶点 连成一线指的是这边是四个顶点 那当然也要有 其实还有个我们的这个底点也要连成一线 最好是越为平行越好 而且至少要有四点 这边是四点 下面也是四点 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的成立的一个价格的轨道 那当然我们也有给大家说到的 菲布纳西的黄金分割线 这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去判断价格下一步会在哪一个价位有个反转的势头 当然我们技术指标 比如说我们之前应该恩斯老师可能会有给大家讲过 所谓的这个黄金或说死亡交叉 那黄金交叉呢就是价格原本处于下跌情况 但是如果出现黄金交叉的时候 它应该就会有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反转的势头 那反之呢就是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就是原本是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突然出现一个死亡交叉的时候 就会有个下跌的情况 那等下会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怎么去去找 那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交叉呢指的就是均线 这是50天的均线 还有打开200天的均线 看这两条均线在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个 呃现象出现 啊当然我们有讲到不同类型的均线啊 有些指数移动 有些是简单叫简单移动平均线 但我们还有随机指标这边 这些呢是 这两个呢是动荡型摆动型指标 那还有我们的云图指标也叫做一目均红图 这个更多的是也是顺势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 但是有时候在动荡的市场当中也可能会用到 但是一般来说均线 呃一目均红图 还有比如说呃 包括我们的MACD 更多的这些都是一些顺势型的指标 有时候呢我们也会 运气好的话会找到一些背离的现象 但是背离现象呃按照 我们平时做调做这个分析的经验来讲呢 它用处其实不是特别高 因为有些时候背离的情况吧是一个假象 就是它好像哦你要出现背离了 那之后它可能就会有一个和市场原本的这个走势相反的一个新的走向 但是因为背离现象它出现的时间段会非常非常短 所以说呃有时候它其实嗯不是特别成立 但还有我们的呃也要考虑到货币本身的之间的关联性 那比如说加币因为加币啊澳币啊这些 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他们这些国家本身就是原油的出口国 所以说如果大家看到油价有个上涨的话 那它肯定呃对于澳币还有加币一般来说呃对他们本身是会有一个利好的现象的 那加币和澳币本身会走强 那但是我们要看呃这加币和澳币是和哪一个其他的货币对进行配对对吧 要看它和美元两者之间的这个呃升幅还有跌幅有有多大 那配对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定会有一个上涨的情况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邦美和欧美这两个就关联性非常非常大了 因为美元本身是一个避险的货币 但是呃英镑还有欧美呢英镑和欧美的关联性大家肯定也知道嘛 就两者都是呃基本上都是属于风险货币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欧美呢如果它有个上涨的话邦美也会有上涨 尤其是如果我们等一下可能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图 看能不能找一个 这样不然能不能看到 可以让它这样子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这只 只能弄一个棒呗 嗯 看一下这时间段方面 4小时是4小时 然后现在调到 9月 大家能看得到吧 在这边 啊那右边呢啊左边呢是邦美 然后右边呢是欧美 所以大家看它两两者的这个走势 其实有点有点相似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出现这个 小山坡的时候 这边是1月份 啊那这边呢其实也是大概在这个这个幅度 也是会出现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我们到这边 这边的这两个图形就更加相似了 其实他们总是会啊会有非常强的这个关联性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 都是在4月13号的时候 两者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上涨 那这边也是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 所以说我们 呃在看货币队之前 还是要大概的了解一下 不同货币队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比如说邦美和欧美 他们关联性一定是非常强的 啊还有澳美和纽美 因为本身澳洲和和我们这个纽约 它的关联性也是非常大 那比如说我们看澳美 这是澳美 这边就有牛美 四小时 这个也是四小时 然后 就是我们看到二月份 那这么看的话 大家就看得更明显 其实两者的这个 这边左边呢是 牛美 然后右边呢是澳美 两者的左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比刚才的这个邦美和欧美的关联性更高 呃所以大家看 比如说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些 这边有一个 类似于价格轨道的 在这边 比刷 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一样也看到 这边也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价格轨道 而且它上涨的时候 这边有个突然上涨 这边的这个形状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包括我们到这边啊 这样的一个显著的下降 这也是有个非常显著的下降 这里有根突然的一个下降 这边也是有个非常突然的一个下降 所以说澳美和牛美 如果一个是涨的话 那另外一个一般也是一个上涨的情况 好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啊 我们的交易策略方面 所以呢 刚才给大家提到啊 我们 比较重要的一些 这个交易的策略以后 我们最后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去 大家就是去寻找更好的 这个啊 进入点呀 止盈点 还有止损点 在那之前给大家做一个小测试 有没有朋友想猜一下 有朋友说是B 那我们如果下有A和B两个两笔交易 这边是A 这边是B 我们哪一笔的交易的获益率会更高呢 或说你获益的这个啊 基本上就是获益的程度 有没有朋友想猜一下 有朋友说是B 还有哪位朋友呢 好朋友说是A 有朋友说是A 有没有朋友猜一下 好 我们如果没有朋友要猜的话 给大家揭晓答案 答案就是两者是一样的 对呀 去 发现了我这个陷阱 两个的这个损益比 或盈亏比是一样的 对因为90除以50等于1.8嘛 对吧 这边止盈点 90 除以50 等于多少呀 1.8 那36除以20 也是等于1.8 也是等于1.8 所以两笔交易 它的这个 我们的损益比 或者说盈亏比 都是 就比例是一样的 所以说 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说 我们在做交易之前 在交易 做交易的时候 标记的这个止盈点 或者说 止损点 不要看你的进入点 离你的止盈点有多长 因为我不要只看这个 我们要看的是更多的是一个 盈亏的这个比例 因为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们我可能收益的只有 好像只有36点 这边 我收益的有90点 好像比较多了两倍有多 但是我的这个止损 其实也挺大的呀 这边我的止损 就更小了一些 所以说 我们在给大家做分析的时候 做技术分析的时候 很多时候 经常会提醒各位 就是 一般我们会将盈亏比 至少要 维持在2以上 更好的话 就2.5这样子 当然太小 太高也不行 太高的话 很快你的这个价格 可能就触碰到这个止损点了 等一下请问顿角是什么意思 顿角是说这个角的 大于90度吗 哎 在问答环节开始之前给他 就是说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示范吧 其实跟我们平时的这个 嗯 我们平时给他做分析是一样的 突然 收不回来 哎我是不是卡住了呀 那给我一点时间我好像 哦好 我天啊我有点 我有点get不到大家的笑点 就是对勾又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天哪 我觉得我有点out了 好那么还是随便的弄一个 比如说哦 刚才有提到的这个棒美 呃这个死亡交叉 先给大家讲一下死亡交叉怎么回事 所以说 刚才有大家提 我们提到就是说 我们要看的是均线 就50天的均线 还有200天均线啊 我刚刚给 有给大家装这样的一个准备 所以说 呃这根黑色线呢 看一下它的这个调整 大家看啊 这个MA2200就是说 我们黑色线是 算的是200天的 这个平均 平均的这个价格的走动 还有我们更短线的就是 50天 所以说一般情况之下 200天的话 它肯定是更平滑一些的 然后50天的话呢 它会更接近价格一些 因为短线嘛 所以说 我们看这边啊 我们看这边处于一个价格的下轨 我们看这边处于一个价格的下轨 那大家看 其实 金色的这一条均线呢 算了50天的话呢 它就会 大家就会看到 它在某一些价位 会有一个突破 还有跌穿的一个现象 然后 我们所谓的这个 死亡交叉啊 当然这个不是说一个最最典型的例子 因为之前 价格不断的 不断的在这边有一些 就突破 然后跌穿突破突破 跌穿这样的 调整的走动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看到 嗯 原本在这个地方啊 是 短线 金色这条均线 是在下方 然后 黑色这条长期的这均线 是在上方 但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看到价格就出现了一个反转了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 短期内的均线 其实一下子跌破了长期的均线 就有点像 好像有个价格 突然有个骤降一样 啊 就说 顿角就成年人们做卷肉 全都一样 我也不知道 下心的这些梗真的是 好那回到我们 这个呢就是一个死亡交叉 比如说我们出现死亡交叉的时候 其实下一步就能够确定 啊价格就会有一个下降的这样的一个 反转的一个下跌的情况 当然有提到这个不是最最理想的一个 一个例子 因为之前价格不断的有些波动 或者说我们一直往后看一下 嗯 嗯这边啊这个哎但是 这个也算是不错的一个一个例子吧 大家看到价格其实 看到在这边有个死亡交叉的时候 就有一个骤降的情况了 那之前呢是短线在 在长线的之上的 那现在突然短线跌穿了我们长线的这个均线的时候 就会有个下降的情况 那这边呢这个就是黄金交叉啊 跟刚才是相反的这边是短线突破了长线 那在这边呢就会有个稍微的一个上涨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均线或者死亡交叉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走势 那刚才有朋友也有问啊 怎么样去划均线 其实均线就也不是划的吧 就是我们调整嘛对吧 那我们 嗯 IC一般给大家教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不要拘泥于 嗯 系统本身默认的设置的天数 所以说 一般我们会不断的去运用 废物量器的黄金分割线来进行调整 给大家看这个例子呢 一般我们会用指数移动平均线EMA 打开一下 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设置 参数的设定 嗯 一般我们就是 这个length就长度这边就天数这边 大概是20到21吧 一般 如果说大家要更 呃 严格的去遵循这个废物量器黄金数值的话 我们就会用21 然后 下面这个offset 就5 这边其实是去 呃 去让它更平滑 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调整到10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调整到3的话 啊 它变化其实不是特别大 一般我们会维持在 3到5之内 啊 这些都是废物量器黄金分割数值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将均线不断的去按照废物量器的数值去进行调整的话 比如说前面一个是13啊 这样子 好像13还更 13会 没有20这么好 一般我们21是最好的 21和5是最好的 给大家大概看一下 嗯 为什么说这两个数值会比我们一些默认的设置更好 是因为我们一直往后这么看的话 整体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这张均线 它在 嗯 行行上涨的时候 价格上涨的时候 它一般会刚好形成我们 价格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大家看它刚好是在均线的位置 比如这边 触碰到均线的时候 就会有个 上涨 在这边上涨 然后触碰到的时候 这边也是上涨 然后 在这边 嗯 触碰到均线的时候 这边就变成下跌了 所以说这根均线的作用 它就本身就是一条 好像天然的 嗯 支撑位还有压力位一样 那包括在 顺势型的时候会更危险 比如在这边 这边 触碰到均线的时候就下跌 这边也是 那当然 不管用的是什么时候呢 不管用就这些了 就刚刚有提到 区间盘整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用处就不是特别高 哦均线 均线我们一般用的是EMA 啊 一般我们说均线指的是指数移动平均 就EMA 嗯 如果说可能大家更多听到的是 就 SMA就是说那个 简单移动平均线 但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指数移动平均线 所以EMA 从现在开始 我可能就说EMA 大概会没有这么容易混淆 那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英镑 嗯 今天我不会分析黄金 因为明天会分析 那刚刚有大家提到啊 那当然比如说我们看英镑 嗯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大的这个幅度啊 看这边有个M字形 对吧 这W形反转成M字形 这个M字形应该会继续的持续 所以说因为是长线交易嘛 我们大家就要看的更多的是 我们要从一个月开始看 这边有个有个支撑位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压力位在这个地方 那大家看这个下行的这个幅度 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 嗯 这边应该画不到一条比较好的趋势线啊 那当然我们更细看一些 我们就能看到 更小幅度的一些压力位 还有支撑位 我们就会不断的标记出来啊 在这边 比如这一根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 嗯 压力位转支撑位 在这地方它是一个压力位 这边是它转成了一个 新的支撑位 这样子大家看得更明显一些 所以说1.2685这个价位就是一个 大家能够看得到的 应该会看到一个非常好的 价格不断测试的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价格不断往这边走啊 所以不出所要的话 它会在这边 可能会有个反弹 也有可能会就区间盘整一段时间 那当然 再过一段时间 它可能在这边大概的游走一下 就会可能就有效跌穿而跌到 大概是起码到这边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低点 所以 老师不断 这个均线在不断不同时间通用吗 均线一般会长线的时候会更管用一些 另外我们看 一周 我们所谓的一个月 一周一天四小时 会更管用一些 然后看 一小时三三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的话 因为短期内的这个价格的波动 还有干扰会更多 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看的话 就会一些摆动性的指标 就会更管用一些 所以均线因为我们看的是大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们可能用的更多的是在一些 长期的这样的周期上面看 那当然我们也要看价格总体的一个走势 看它是不是一个顺势型的图表 还是一个有很多波动 区间盘整的这样的一个图表 好 那么比如说这是我们一周图表 一周图表的话我们刚才标记的这个 1.36383的话又过高了 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去标记一些更低的一些价位 那当然我们刚才这个价位也是还是比较成立的 而且离我们当今价格也非常近 所以这边很有可能是我们可以做空的时候 能够去作为 这个指引点1.2685的这个价位 但我们还可能还要再看4小时 这是我们做长线交易的时候 能够做的一个比较小的最小的一个周期了 当然如果您做比如说这个棒美要做长线交易的话 我可能大概预测一下这边跌到这边的这样一整个幅度啊 但我们说可能进场是这边 进入点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一整个 这一整个幅度 可以通过前面的一些价格的这个走势来预测一下 比如说好 就大概是这个距离吧 从这边是 2月21号 这是2月21号 这是2月21号 大概是这个位置 跌到这边 大概这边 可能更短一些 更短一些 在这个地方 跌到这边 这是3月2号 2月21号 大概是 不知道大概 从这边开始算计 2月17到3月4号 3月3号 左右 那这边是超过了两个星期以上 两到三个星期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长线交易 一般能够hold住它这样的一个 一个周期 所以说为什么叫长线交易 就是因为一般我们要能够等它获益的这个 时间会更长一些 所以说 我们在IC给大家做的分析呢 更多的是中线交易 因为方便各位在一周以内就 能够看得出我们这个会不会是 是能够获益呢 还是会就 跟我们分析是 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我们看棒美啊 我们还要有一个 刚才有提到这个止损点 那这样子看的话 基本是维持在2以内 如果我还要再缩小一些的话 这样可能有些朋友 他对于风险承受能力 能力会更更适合一些 那这样子大概就是2.5 在这边 大概是2.5 一般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 做空的交易 那当然我们目前要看的就是 它能不能够有效的跌穿1.297116的这个 价位 那我们能够止盈的就是1.2685 那当然我们说有要用到 飞不动器的黄金分割线嘛 看一下我们能够用 运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首先我们可以支撑一下我们的这条 1.30918的止损位 可以从这个高点画到我们的这个低点这边 这边可能是38.2 所以刚刚好大家发现它和38.2 就有一个重合 那我们也可以用 扩展线 这边一样打开 大概它也是和这个38.2 会有一个非常相近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那我们的这两条 嗯 我们的这个止盈点呢 应该是比较难能够使用 嗯 黄金分割线的 因为之前我们要这么画的话 应该没有哪一个能够直接 嗯 能够到达我们这样的距离 但是呢 这地方也不代表 它不是一个强烈的一个价格 会出现反转势头的一个价位 因为之前我们有说到 这是一个压力转成支撑位的一个价位 所以本身它 嗯 在我们 刚才的这个交易策略的优先考量的 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看的话 其实它 比能够使用黄金分割线的 嗯 优先度更高一些 就是我们 首先 要先看的是水平位 要支撑位 所以说 这个水平位支撑位 它本身的用处 其实要比黄金分割线会更高一些 就大概呢 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示范 就这个样子啊 所以如果说 嗯 今天要做一笔交易的话 大家就会从 嗯 1.29716这个位置开始进场 然后我们的指引点呢 就会设在大概是1.26850 然后我们的止损点呢 可以设在1.30918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啊 到这边 我就已经讲完 我们的这个交易策略了 然后 嗯 接下来看一下 有没有朋友还有别的问题 老师今天分析黄金吗 波动这么大 其实黄金它原本 波动就挺大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 也是一个很小幅度的这样的时间段 也有可能是在我讲课的这一个小时内 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了 我可能要回去看一下 还是有什么朋友 告诉我跟我讲一下 我也没看新闻啊 刚才 可能是我刚才讲课的时候 一个小时内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回放的网址 嗯 等等啊 我看一下 因为 因为我们IC好像是 换了一下域名 所以说我要可能找一下之前 我好像看不到我自己发的这个 嗯 历史 那稍等一下 我去找一下 我应该会有之前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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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吗 可以 好吗 谢谢朋友 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朋友 这边啊 这个我可能应该是这边吧 一样的这个 对所以这个是 这边大家有看到我们 中文官网官网的域名变更的通知 然后这是我们上周的 哎这个是今天的 那我们上周的在这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放 之前有给大家讲过很多 技术面的分析了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回放 好如果没有朋友有别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啊 现在是我们今天讲的会有点晚 讲的有点迟 请问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哦黄金我会明天分享 因为呃因为明天的话 我会正式做一个 就是说总体的一个技术方面的分析 然后我今天可能要回去看一下 黄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新闻 哦对因为呃我们日军线和周军线是多少 我们用的就是不是呃 呃均线啊 均线我们说的是他算的时间段有多长 所以说我们一般用的是20天还有50 哈哈不用加班 其实如果我今天讲了 我明天有没有东西讲了 五十天还有二十二百天啊 这两条均线 好的那谢谢各位 那我们还是明天见很快就可以再见面了 大家早睡早起 拜拜各位晚安 好的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â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